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Artic咖啡研究工坊的創辦人林建豪 崇子來介紹我們的訪問 崇子你好 你好 崇子當初是什麼起情動力 會讓你想要成立這個咖啡研究工坊 就 其實一開始還是 就是對咖啡比較有興趣 那時候也是從 電視上有看到關於那個 咖啡比賽的一個結果 我的報導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這個產業好像 開始有人在專注 關注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 好像是可以這個 往這個方向發展 那我就覺得說 反正大學畢業 那 找一個工作來做 就是找一個方向來做 那至少我的未來就是 我就是專門做這一項 那從那時候到現在 其實就一直都是 往這個方向去做努力這樣子 所以都是在專注咖啡做野酒 對 基本上都是在咖啡的領域 像這樣 是 那從此看這樣子 對你這樣子 接觸咖啡也蠻長一段時間 對 包括說你自己開這個阿體咖啡 這一路走 也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比如說剛開始在學習方面 從你後面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嗯 因為其實我開始接觸的 算蠻早 因為大概 也要20年之前 真的喔 對 那我開店 對我開店算比較晚 算 呃 我們講可能甚至都有點太晚了 對 因為我店開9年左右 是 那可是我一開始在學的時候 那時候 甚至連影音平台 就是連Youtube都還沒有 這麼 這麼流行 對 那時候是用那個桌機 用桌上型電腦 然後看國外的選手比賽的影片 然後去 去學啊 去搜尋各種的一些資料去學習 那時候其實就還蠻 蠻 學習資源不多 甚至連一些 呃 那個那個 SCA的一些證照 其實都還沒有開始 那只是說 呃 當然那時候也 都是絞盡老師在做很多的 東西跟實驗跟研究 那所以 當然就是 那方面 累積了很多 也可能會造成說 那我們現在 開店的時候 其實 因為從玩家開始 嗯 所以從以前就很習慣 欸我又發現了一個什麼 然後又發現了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試一下 欸真的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從那時候 然後到現在 就是開店了 也都還是 呃很喜歡 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些 新的東西啊 新的 想法啊 然後測試看看 哦 對所以那個店名 會取教咖啡研究工坊也是 因為有這樣子的關係啦 所以會覺得 欸好像 我們就是在研究啊 那我們就是在 實驗製造 對 因為我們自己有鐵工廠的一個底嘛 所以像 手沖壺啦 烘焙機啦 那甚至我們現在 呃 濾杯跟像這個 拼音杯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自己先 欸 做一個模子 或者是去實驗看看 嗯 然後它會不會我們要的效果 是 然後再去 會去量產 會去合作生產 這樣子 對 哦是 好 那從此那 你們阿鐵咖啡 它當初最當初 你們的記憶裡面是什麼 其實就是分享 其實我們就是 喜歡分享 跟大家分享這一些東西 那當然 呃 開公司大家都是希望賺錢 那我們就是希望在 可以在這一層之上 我們可以 呃 多跟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咖啡的東西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 就是講說 我們希望是以咖啡為媒介 去喚醒大家對生活的一個熱愛 哦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 其實我們在 我在社大交的時候 嗯 在救火團交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其實是 欸 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這樣子 對 然後 我生活好無聊 嗯 晚上下班不然就去喝個小酒 對 那可是 不對 你的生活不是 我們在講 有時候 你去買一杯咖啡 這個叫小確幸 嗯 不是啊 這不是 其實我們要的咖啡 不是拿來讓你去做生活的小確幸 而是說 我可以藉由咖啡的風味 哎 你喝喝看這個不一樣 嗯 怎樣的不一樣法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像什麼什麼的味道 是 不管好喝或不好喝 嗯 但這個味道是新奇的 嗯 讓你去更注意你生活裡面的一點一滴的改變 嗯 今天騎車上班的時候 你有沒有聞到有一個味道啊 那裡有一間新開的糖草栗子 嗯 或者是那裡有一個新的什麼什麼 嗯 這些東西才是你生活裡面真正的小確幸 因為你發現了一個新的什麼 其實世界每天都在改變 嗯 但是因為你每天就是我要上班 然後我就下班 對 所以你會開始慢慢變得很麻木 對 我不是要你去 可以變成咖啡大師 或者是你真的變成很懂喝咖啡的人 對 但是我希望可以藉由咖啡去火化大家的生活 所以我們很喜歡分享各種 欸其實就算難喝個咖啡 嗯 也有很有趣的一面 是 對 所以我就想就好奇啊 其實從此分解說 那你們阿皮咖啡跟一般外面的咖啡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更 更愛玩吧 嗯 更愛玩吧 因為我們 其實我收我算 呃 算收藏很多的手沖濾杯 哦 我有 我有 目前大概一百七十幾款不同的手沖濾杯 這麼多 對 那每一款我都會分成別類 那試起來是什麼樣的味道 為什麼 是什麼原理造成它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對 對 那當然就是都在架上 嗯 那你要喝的話 其實也可以拿下來試 嗯 要買的話不一定 因為有一些是古董 你可能也買不到 買不到 那 這個都是我們會去分享的東西 那我也會開講座 跟一些 呃 分享會 來去 講這些東西 分享給大家 欸你自己來衝衝看啊 不要多我衝 對啊 用你的方式去衝衝看 那有沒有不一樣的變化 或者是什麼 嗯 這樣子 所以 我們比較 特別是說 我們會 讓大家來往 當然另外一方面啦 就是 我們店的裝潢就 會比較偏向一些感覺 像教室 像教室 比較像教室 真的 對 初期的店面是 比較像工廠 嗯 然後 可能那個風格感太 太突兀了 後來的時候想說 好 我們就簡單一點 我們就把它擺一牆 然後 那個書啊 跟那個 背策桌啊 那些東西列上去這樣子 所以比較像教室或實驗室的風格 嗯 對 那我們是 營業時間是從下午兩點才開始 嗯 然後我們一直到晚上十點 開的比較晚 嗯 一方面當然因為我早上都在烘豆 所以我下午才開門 是 但是也因為我們會辦分享會那些 所以我們就是會比較晚 嗯 讓大家就是 呃 可能你不一定是業者 嗯 你有可能就是 呃 很有興趣的人 但是你 下班之後 嗯 你就欸 吃個飯 然後再過來 還可以參加我們的分享會 這樣子 對 所以你的分享會大部分都是什麼內容嗎 大部分都是什麼 要主題比較多 呃 就是咖啡嘛 但是就是 呃 可能濾杯 哦 像我們上個禮拜其實在講 呃 現在濾杯的一些發展 就是他們 現在這兩年又有一個新的濾杯做出來 那做出來的這些人在想什麼 嗯 跟以前的有什麼不一樣 哦 以前 早期的 濾杯是大概什麼樣的想法跟什麼樣的 對 那 其實有時候 他的效果有沒有達到他想要的 嗯 或者是 其實根本就沒有成功 這都不管 我們要的是 他的想法 嗯 所以 濾杯做成什麼型 這是一個 嗯 另外一個是 他的廣告詞 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這顆濾杯 是 那他怎麼說這顆濾杯 其實就是 他想要設計的 理念 嗯 那他有沒有真的做到呢 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子 對 那有的時候是 我會跟一些 呃 生豆貿易商跟他們要 樣品豆 嗯 我們就是在店裡面自己做悲策 那一方面來講 欸 如果你覺得不錯喝 你想要買這隻生豆的話 可以找這一位 那個 或者是怎樣 這樣子 對 那有一些 我們自己喝到不錯 我們店裡面也會進貨 然後 烘焙來賣這樣子 是 對 呃 分享會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講 咖啡的東西 講 那個 有時候會邀請一些人來做那個 合作 來講 對 但主要還是環繞是咖啡的主軸 對 所以你們 你們阿體咖啡 除了就是有 可以去喝咖啡買咖啡之外 就是會比較偏 比如說會有些分享會 或是一些講座這樣子 對 所以比較偏分享方面 偏偏分享方面 偏偏分享方面 就是店裡面還是 會 有客人來喝咖啡啊 對 但是 呃 就會變成說我們還是會 就算你只是來喝咖啡 是 可能不小心桌上還會多幾杯咖啡 呃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 剛剛在前面我們用 哪個濾杯沖了什麼豆子 或是 這是一隻很特別的 分一小杯給你喝喝看 讓客人喝喝看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就算 你在那邊 除非你有講 呃不要打擾我 啊 我有個報告要幹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會好跳過 不然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 都會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這些東西 這樣子 那風神 那你把阿體咖啡 未來的一個 短終長期規劃是什麼 因為 嗯 其實 以店面自己來講的話 我還是會想到 就是有一個 烘焙廠的呈現 對 當然這個跟店面沒有關係 我不可能 我不會在店裡面 烘豆子 對 因為烘焙的話 它還是會需要一個 有獨立的空間 因為會有一些 污染物的產生 然後我們要 去克服這一些的部分 這樣子 那烘焙廠的話 其實就會變成說 年底要有一點規模 然後一些 衛生方面那些的東西 這樣子 對 那至少來講 整個的 甚至是我的 豆子的實驗 那些東西 其實是 都可以在那邊做 比較完善的一個 嗯 測試 或者是那些 那當然在店面的話 你 你可能不會看到 有太多的一些變化 但是我們就是 廠那邊的話 就會有比較多的一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很喜歡分享 嗯 那這個不是只有 分享給我們的顧客 還有包含到一些 呃 店家 同業 像我剛剛講 那個 深豆的悲測會 其實就會有一些 同業來參加 欸 喝喝看 剛好他OK 時間OK他就會來 這樣子 那所以 其實 我們也有 我有在想說 要在高雄做一些 嗯 就是 咖啡產業的 小規模營業人的一些 呃活動 嗯 比方說我們做一個 小型的 呃 烘焙賽 或者是烘焙博覽會 嗯 之類的 然後 讓大家的 呃 客人可以去跑店 或者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很想要 炒這樣子的一個 東西 但是就是 嗯 可能考慮 一些 推廣度的部分 我們不希望是只有 自己的統溫層 因為你永遠看到就是自己了 嗯 那明明是一個 這麼好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可以 盡量在 呃 不要太增加大家負擔的狀態下 嗯 讓你很自然而然的 喝到 喔 其實我有更好的選擇 可以去 可以去喝 這樣子 是 好 那從此當然因為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對 咖啡產業很有興趣 可能想要派咖啡廳 或者說想要 從事咖啡相關的產業 那如果他們想穿越的話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 嗯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先確認 你對咖啡的興趣是什麼 嗯 對 那 呃 如果以我自己舉例來講的話 假設我什麼都不一樣 嗯 那我想要做什麼 嗯 紅豆子啊 嗯 欸 好 那就是 所以你就是做烘焙室 喔 就專門烘豆 對 就專門烘豆 其實我是真的很想 我就什麼都不要管 我就烘我的豆子就好 烘出來 好不好喝 那是你們的評價 我覺得好喝就好 那 OK 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你確定 你可以做烘焙室 嗯 因為這中間還會包含到一些 一些學習 還有你自己的實驗的過程 這都中間都會有 嗯 那 如果說其實你喜歡的是 你跟客人接觸 嗯 可以跟客人聊天啊 嗯 你可以看到客人真實的反應跟感受 嗯 嗯 OK那你可能比較適合當吧台或外場 嗯 嗯 這樣子 那 會適合開店嗎 會喔 會適合開店 嗯 但是 呃 這個部分就會變成說 那你要自己烘啊 還是你跟客人配合拿豆子 嗯 這樣子 好那這些都是衍生的 所以就是說 你先確定你到底你喜歡咖啡的哪一個區塊 嗯 先確定你的方向 對 因為咖啡的產業其實有很多面向 很多面向 包含到說我們從最源頭來講 嗯 台灣其實也是咖啡產地 嗯 你有沒有考慮去種個咖啡 嗯 對 不是說你家有一塊地你可以搞 你可以去租 不一定真的你要哪一塊農地來種 對 好 那 可是 咖啡種植 你會包含到田園管理啊 然後 規劃品種還要種什麼啦 它適合什麼 其實都很 多 對 然後 到生豆商 嗯 你可以在生豆貿易商那邊去跑 你語言能力不錯的話 國內外 尤其東南亞這邊的業務其實都還蠻繁忙 嗯 對 然後 然後 再來烘焙廠 嗯 嗯 烘焙廠的話其實就比較規劃了 其實 長時間的一個進貨跟出貨的一個規劃 產品線的那些東西 然後到你是店家 你或是去咖啡店 上班還是開咖啡店 嗯 這一些其實面向都會不一樣 嗯 就好像 我們那邊 我們那邊 我們店附近大概就有 七八家以上的咖啡館 你用腳走都可以走得到的地方 是 可是每一間其實 你會發現真的做得好的 他們每一間的定位都不一樣 嗯 你說欸都是咖啡館耶 其實生意會互搭吧 嗯 會 但是核心的客群 就還是那些 嗯 對 有那種找午餐比較專門的 對 然後 然後他是辦那種是老相機啊 洗底片課程啊 這種比較體驗生活類型的 嗯 那也有 也是開咖啡 開咖啡課程 然後做自家烘焙的 嗯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 老的社區咖啡館 賣減餐的這一些的 到外帶的咖啡店 嗯 你說我這樣子講起來 這些人的客群有不相打嗎 嗯 其實沒有啊 嗯 其實沒有啊 核心的客群還是一樣 那你要開咖啡店 還是你要做咖啡的哪一個產業 嗯 其實可以先了解 是 可以先了解 但是你要做哪一塊 嗯 那 有時候接觸到 還是說你 呃 會想要學哪一些 我覺得可以先 嗯 雜學 嗯 都學了之後 你再去看說 好我到底 我對哪一塊是特別有興趣的 是 我會想要專精去做 嗯 對 你說要先確立自己喜歡的面向 對 對 其實 不管是咖啡還是哪個產業 我相信都是一樣 嗯 你光講一個 比方說好 攝影 或是我們現在在拍影片 嗯 那你拍哪一個類型的影片 你需不需要 是 比方說 要不要買GoPro 嗯 不對啊 我們都拍室內容 我們幹嘛買GoPro 嗯 就是一樣的東西 你要分析我想要 我有興趣了 那我可以簡單的 先從手機開始玩 嗯 可是那我真的要不要買專業相機 還是我買那個 嗯 那就是 變成你要去 稍微雜學 稍微學了一點點之後 你再來看你真正興趣的 知道哪邊 還是我就到此為止 我再換別的 對 嗯 所以確立自己的 志向很重要 興趣的部分很重要 對 因為我們就講時間化在哪裡 成就在哪裡 對 是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阿廷咖啡研究工坊的創辦人 林建豪 從子來接受我們的登放 謝謝從子的分享 謝謝您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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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